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5.0卡池来了 火神入食时间曝光 平老老水系长枪主C 明朝长离 元神5.0到5.1纳塔复刻角色的安排 第二期混池最新消息 纳塔新机制玩法太专 元神奉担5.0纳塔越来越近 有关于5.0卡池的三位新角色官方也已经公布 分别是马拉尼、基尼奇、卡奇纳 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都已经等不及了呢? 而说起5.0纳塔及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就是5.0到5.1卡池复刻角色的安排了 最近5.0卡池复刻角色据说也进行了大改 分别是万叶、雷神登场、之前提到的钟离 深鹤、莱欧斯利倒是无缘5.0卡池了 不过即将不在5.0卡池登场 后续5.1卡池也会陆续进卡池的 毕竟最长时间会复刻的也就这几位角色了 然后就是各位旅行者们比较关心的第二期混池的开放了 就目前的相关消息来看 并不确定会在5.0版本开启第二期混池 就混池角色的登场规则来看 这几位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在第二期混池登场的 分别有 克勤、七七、甘雨、星海、达达利亚、胡桃 钟离的话作为神明应该和温迪一样 依旧不会进混池 而说起5.0那塔的夜魂迸发新机制 目前来看 角色对敌人造成任何元素伤害都可以触发 队伍中那塔角色数量与夜魂迸发冷却间隔的关系 一名是18秒 两名是12秒 三名是9秒 前提是具有夜魂能力的角色 这么来看的话 那塔的机制基本上都是和那塔人玩 机制还是比较专的 所以说各位旅行者们觉得怎么样呢 5.0前瞻队长确定入辞 平姥姥水系长枪主C 原神5.0版本前瞻 雷神与草系小男孩领衔 平姥姥水系长枪角色登场 各位元宝们今天给大家带来 人神5.0版本的一些最新动态 外网玩家已经放出了5.0前瞻预告图 根据舅舅的确定 卡池安排已经基本确定 雷神和草系小男孩将在上半卡池登场 而外夜接下来可能会被放入混池 不然也不会在5.0版本加快复刻 5.0前瞻队长确定入辞 平姥姥水系长枪主C 原神5.0版本前瞻 雷神与草系小男孩领衔 平姥姥水系长枪角色登场 各位元宝们今天给大家带来 原神5.0版本的一些最新动态 外网玩家已经放出了5.0前瞻预告图 根据舅舅的确定 卡池安排已经基本确定 雷神和草系小男孩将在上半卡池登场 而外夜接下来可能会被放入混池 不然也不会在5.0版本加快复刻 之前都是一年一次 卡池安排引发热议 社区对于卡池的安排议论纷纷 尤其是雷神和草系小男孩的组合 让不少玩家感到意外 同时钟离的复刻安排在5.1版本 以言报女童池 来欧斯利或申赫的复刻也提上了日程 这些安排无疑是向等钟离 申赫的玩家们泼了一盆冷水 但是转念异想有更多时间准备石头 也是一件好事 5.3新角色平姥姥最新消息显示 平姥姥将作为水系长枪角色 登场定位为主C模板 角色设计灵感来源于鲤鱼月龙门 预计将作为今年海灯节的文化输出角色 5.4海节的新角色再次实锤了平姥姥 平姥姥水系长枪定位主C 角色设计思路分别为 鲤鱼月龙门快进到月龙门动作 视为下落攻击 可以和谐音组队 不过话说提瓦特被水咽了吗 怎么老是上线水系角色 队长角色可玩性 队长作为可玩角色 武器为单手剑这一消息来源于 Mario可信度较高 虽然目前尚不确定是否是站位服 但可以确定的是 队长不会在那塔版本进持 猜测队长可能会在制东版本登场 毕竟越后面的角色越强 40499的消息